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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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我是當初相識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我爹 跟你張家有這麼大恩仇 不知道 如果你知道 你還會不會對我這麼好 郭忠家 1 2 2 2 嗯 2 2 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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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准你走 前幾天說的話 你就當我是無心之失 總之我不管 我怎麼也不准你走 你忘了嗎?你還沒教我 怎麼用樹葉來吹歌仔 你還沒教我之前 你不准走的 除了我姑母和律師父之外 你是第一個 不嫌棄我洋子丑陋的人 其次我和你相處過之後 我發覺你的人心地善良 你之所以雕幻任性 因為你傷莫失明 你怕被人輕視 你這種心態 當我以前很相似 你似乎很了解我 可能我是大家 因為自己的缺憾 而覺得很自卑 所以你會對我感受 我以為你 為我變身 我會不會對我 因為我會對我 我會對你 請你 啟稟大人 卑職已查到 霍青倫生前曾經和傅家有段淵源 霍青倫 可能在父老後也在廢下 正是 後來他可能上往父家或是父家之人有所聯絡 據卑職所知 霍青蓮和父家有密切關係的 是父公子父明哲 如果你不是對我苦苦哀求 我怎麼也不會在包請面前跳回來擁有 其實如果這件婚事不成功 但是可以取消了它 對, 以我們今天父家的地位 難道就沒有第二回好的人家 不行, 媽媽 這件婚事萬萬不能取消 為什麼不可以? 據我所知 你和阿遠游都不是有深厚的感情 是因為這件親事一早定下 好, 況且文定二哥 所有親戚朋友都已經知道了 如果有什麼變動的話 恐怕有損父家聲餘 對, 媽媽 如果取消婚事 外面人會說閒話的 啟稟大人, 父公子求見 好 包大人 小侄未過門的妻子阮游姑娘 昨晚忽然被人擄走了 包大人, 求求你快點幫我找她 是何人如此大膽 竟敢擄走阮姑娘 所為何事? 是阮游姑娘以前的下人張重海 只要她為什麼要擄走她 我也不知道 這件事是你親眼所見的嗎? 是我家的婦人親眼所見 因為她的張重海 臉上是爛了 所以我家的婦人每個人都認得她 大人, 張重海擄走阮游姑娘 不知道是不是跟她姑母的事有關 怎麼會跟她姑母的事有關 八大人 我求求你快點派人找她 我怕阮游姑娘有什麼不測 賢侄優遙放將 據本府推斷 張重海對阮游姑娘 該不會有加害之事 你且先行回府 好, 本府才會將她沉悶 既然如此 有勞包大人 小臣先行告辭 副公子, 這邊 大人 碧侄覺得很奇怪 為甚麼副公子突然對阮姑娘這麼關心 本府也覺得奇怪 下一副名字 雖說是阮游姑娘的未婚之父 然而她對阮姑娘兵目情義 如今 怎會突然一反常態呢 大人 學生以為 副公子之所以這麼緊張 可能受到副太君的壓力 倘若果真如此 今天來見本府的 那倒是副太君 本府始終覺得奇怪 那副名字 怎會對阮姑娘突然顯得特別關心 但是學生有點不明白 張重海為甚麼要老酒阮游姑娘 大人 莫非張重海並不是想老酒阮姑娘 而是把她救走 看來此事並不簡單 大人 大人 你可是有事要見本府 包大人 你到底何時可以放我走 你身體不適 暈倒在府中 本府將你暫留在客房之內 一旦康復 自然可以離去 是嗎 如今文府已經康復了 那問包大人可以離開 既然你已傳遇 當然可以離去 大人 那我就告辭了 大人 你真是讓我離開 是 即使她留在此地 亦不會有偏語隻字 不如放她離去 或者可以坐我等 尋得遠游與張重海的下落 是 好 有 是 我 好 我 是誰? 我 凱…你去哪裡了? 怎麼收不出去了? 我走了, 扔下我一個人在, 我… 你這是甚麼人 我官母 你來到底想怎麼樣 你不用這麼害怕, 我現在分清楚了 冤有頭債有主, 就當件事不關你的事 我和官母已經商量清楚 我們打算一起去開封府 向包大人解釋清楚 希望可以查出殺你父母的真兇 他 стар人, 公園 eighteen, 我想要關你的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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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甚麼事 這次死定了 走… 展大俠, 勞煩了 別走, 過來走 你們是甚麼人? 那批人, 果真是復波嶺的殺手嗎 是呀, 大人 因為其中一個殺手 所用的暗器是白雨鏢 跟復波嶺的殺手所用的暗器是一模一樣 先有追風劍, 再有白雨鏢 看來這批殺手的來歷 和背景都不簡單 何以見得呢 因為追風劍和白雨鏢 在江湖上已經失傳了很久 大人, 對付阮瑞堂這戶尋常人家 竟然動用絕跡江湖的神秘殺手 看來張仲海 反而不只是阮家命案的真兇 不錯, 大人 以悲蹟所見 張仲海不但沒有遺難阮姑娘 還對她處處關心 看來這件案子 有很多地方我們是不知道的 如今, 涉嫌最重的 反而是庫命哲 目前只有將張仲海緝捕歸案 方才可以了解其中的真相 展虎衛 大人 可曾查到那張仲海的下落 請大人放心 碧智已經派人去追查 不出三天 一定可以找到他下落 請坐 等一等 姑娘, 你怎麼樣 我還是熬不住的 你們快點走, 不要理我了 不可以 婉小姐 很感謝你剛才的相救 別這麼說 阿海 有件事我一定要告訴你 姑母, 你先休息一下 你別胡思亂想好不好 不行 我一定要告訴你清楚 當年 你爹雖然被冤家 哈哈哈 爹雖然被冤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др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知道真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先送你去開封 那你呢? 我自有父母身亡 我和姑母相依為名 如果姑母不是為我犧牲 我根本就沒有今天 因為她這麼早離開了我 我不能報答她 我真是不孝 我一定要替她報仇 那我怎麼辦? 自從我家中遭遇巨變之後 幸好你就在我身邊照顧著我 保護著我 我才可以繼續勇敢面對這個現實 但是如果你不在的話 我怕我一個人不可以面對 就算我們不找她們 你猜她們會不會找我們呢? 現在送你開封是最安全的 我要把整件事的內容去問 查得一清二楚 一來可以幫你沉冤得雪 二來也可以幫我姑母報仇 那你報仇之後 還會不會回來找我? 我不會 我一定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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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大人請放心 苑柔姑娘因為受驚過渡 血氣常沖 因而昏迷 只要稍加條理 稍後就會騷擾過來 苑柔姑娘連回遭人追殺 看來事情 不是我們事先想的那麼簡單 當初我們懷疑張仲凱謀害苑家 但現在她為了救苑小姐 而和殺手性命相搏 看來她不只是兇徒 會不會 因為當初張仲凱的神秘身份 分散了我們的注意力 其實涉嫌者另有其人 公村先生 你的意思是 是傅明哲 據張龍召府回報 傅家傳到傅明哲這一輩 自有衰敗之象 半年前更將東教獅子園賣了 當年傅明哲的祖父 永定侯於國有功 太宗皇帝 見其人猶如人中之師 故意將其家園命名為獅子園 可惜其子 得罪了真宗皇帝 被廢了西襲著迷 未想到到她的孫子 竟然連家產都保不住了 那說起來 莫非傅明哲 為了謀財害命 而殺害冤家十餘口 不是 冤家與傅家本有分約 冤柔姑娘乃是冤家唯一的血脈 倘若傅明哲能取冤柔姑娘為妻 冤家的家產自然是他浪中之物 他又何須動甚麼殺雞 大人 看來案情越來越複雜 可能其中必有內情 大人 不如讓卑職去調查一下 傅明哲的生意狀況 或是可以找出其中的原因 卑職參見大人 展大哥 皇帝 有張容開的消息 卑職剛才搜查過山崖一片 但是並沒有發現其下落 展護衛 一日不見其師 一日就不能放棄追查他的下落 是 大人 啟稟大人 傅明哲在外有事要求見 小臣見過包大人 展大人 現實突然過負 不知道有何要事 家祖母得知院柔姑娘現做開封府 所以特命小臣前來迎接 副公使 你的消息也很靈通 院柔姑娘適合開封府 你就收到消息了 展大人 嘉應家祖母對院柔姑娘十分關切 所以早已命人四出打探 然而院柔姑娘曾被人追殺 分歇未成 本府以為將她留在開封府內較為適宜 何大人 未知院柔姑娘傷勢如何 並沒有大礙 靜養數日才會康復 既然如此 就更應該帶院柔姑娘回府好好照顧 嘉應家祖母 是院柔姑娘為父家未過門之息 如果任由院柔姑娘在外受傷不利 傳出去 恐怕對父家眼眠無過 院柔姑娘曾經說過 不想嫁入父家 現在她分歇了 你帶她回府, 恐怕… 展大人 父家雖今非食彼 但祖相亦封侯敗將 父院兩家之婚事 乃父母之命一早定定 豈容院柔姑娘一時氣憤就此退回 太君所顧慮之事 本府十分明白 然而鑑於院柔姑娘被人追殺 等她醒來之後 本府問名情有 才會送她過府 相信賢侄 對太君亦有所交代 既然包大人今後一朵 小侄自無異議 包大人 小侄就此告辭 正後大人消息 請 小侄自無異議 大人 你明知痴人有問題 我醫中 本府之所以拖延負名之務 是想從太君身上著手 探望他們兩家關係如何 有何鮮索可審 好 茶香疑人 猴韻甚佳 看來才是陽子江中水 蒙頂山上茶 包帝人果氏之陰 沒錯 這就是蒙山名茶 蒙頂甘露 遠在堂代以誠供品 等閒都不輕易品嘗 如此說來 包請今日真是來得是時候 據聞太宗皇帝之時 曾將紙茶引進獅子園 但不知這些茶可視 對 這些茶就是上個月明節 從獅子園帶回來的 獅子園水木清華 廟宇花香 不知泰軍近日 可曾到園中暢遊 據明節說 現在園中要大事修緝 等到明年深秋 就可以再次遊覽 是 包大人 你這次到來 不是只是陪老生喝茶閒聊 這麼簡單 太君果然 了事如實 包請此來 但是想請太君 准許那園游姑娘在開封府多住幾天 好讓本府問話 哦 什麼園游這個丫頭 已經回開封府了嗎 如果包大人你想留她的 請隨便 老生也不會心急一時的 本府還以為 太君急要把園游姑娘 娶入父家裡 老生真的不會心急 想當年 如果不是園游的爹 在生意上幫助過明節的爹 促成這兩家的婚事 老生斷斷不會 終夜園游做我們父家的孫媳 真好 然而 明節現實 似乎對這頭親事 心慰積極 果然本府以為 太君急要欲成此事 老生就是不明白 明節為何一定要娶遠游 想遠游這個丫頭 嫁入父家已經是三生有幸 他還要逃婚 令我們父家顏面無存 老生也情願馬上跟他退婚 鳳儀叩見太君 包大人 嗯 太君 你一頭親事 一早親友皆知 如果連一個日則裡留 都不肯隔我們父家的話 愛父家顏面何存 太君你說是不是 何況少爺對園游姑娘一枉情深 太君 你就知道 如果有所謂的意見的話 都不想時日失望 不如這樣 太君 你請包大人相助 勸一下園游姑娘盡快入門 以免節外生枝 鳳儀你說得對 那請包大人你 替我說服那家頭 早日搬進父家 好讓我和他們兩個安排分事 既然太君有名 包請自當盡力 有勞包大人 好 照方才大人所說 太君並不知道 父家變賣家產之事 並不像傅明哲所說 非要迎娶遠游姑娘不可 由此看來 傅明哲欺騙的目的 不外是要逼遠游姑娘加入父家 此人為了一己的私利 竟然迫害了弱責女 實在太卑鄙了 倘若果真如此 那傅明哲 又何須在遠游姑娘 即將嫁入父家之前 殺害遠游十餘後 除非 除非遠碎堂與父太君一樣 並不贊同這頭親事 遠游姑娘曾經提過 她向遠老爺提出反對 不過最終也沒有結果 啟稟大人 遠姑娘有要事求見 快請 是 遠姑娘, 小心點 遠姑娘, 你沒事嗎 我沒事 各位, 我突然記起 當天我被殺手追殺的時候 其中一個殺手遺留了這件物件 你看看對調查這件案有沒有幫助 大人 此乃父家信民 相信殺手一定和父家有關 雖然這是父家自民 可是我們又如何精神 才何人所入呢 我可以 當殺手殺我的時候 我接觸到他的手骨 發覺他滿骨奇大 骨折疑於常人 只要我有機會問入父家的話 一定可以辨認出殺手是誰 那不行, 太危險了 我不怕 如果這件事真的和父家有關 我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讓我們遠家的死者 可以死得明目 更何況 現在只有我才能辨認到殺手身份 如果殺手就是父家所派 但是, 你現在再入父家 豈不是送養入父家 沒錯 展戶衛顧慮的是 我們不能讓遠游姑娘輕而無險 不過大人 學生認為 父明節極之希望遠姑娘駐進父家 倘若以開封府的名義送進去 那父家必定要確保他的安全 而不敢輕舉妄動 為了預防萬一 展戶衛 大人 來羽他前去 暗中保護羽他 是, 大人 小兄弟 小兄弟 你醒了 小兄弟 你受傷無重 四肢狗橋歇脈不通 三經六脈受損應制 我追用六針 打通你十二經脈 你就可以漸漸地復原了 小兄弟 老先生 你怎麼稱呼 好 你叫我老先生 那我就是老先生 既然你這樣 我張重海就去借老先生 老先生 老先生, 你行醫嗎 六湯醫術 他認同人的治病 老先生, 我和朋友中途中途分開了 不行… 不行… 我一定要找回去 不行… 你呀… 我一定要找回去 你呀… 你呀, 受傷重 不懂得多動動 要不然就更難以豐逢 來… 喝多點喝 來 小兄弟 辦事都有天字定的 我勸你 安心在我這裡靜擁 十日不日之後 你便康復了 那就… 你要關心人家 什麼都行 你掛著這個熊崖知己人 你怎麼會知道的 知道了 我大了幾十歲 自然會知道的 他以前最喜歡聽我用葉子吹的曲 只要他不開心 一聽到 他就會開心回來 可人片片 每片都要落到他雞錄的地方 落到哪裡 落到他雞錄的位置 你知道嗎 天下文物 雞有的自我的經歷 谷有恩有 所謂是也名也 老先生所說的 何非是命運 文靜解背 殺千女 玩的女兒就流不淺 欠過你目足毒性人 能自花根 心也有素 老先生活到我幾十年 只能看偷西青 無牽無話 看來 老先生 你都說決心要走的 老先生又看穿我心事了 我告訴你 我雖然跟你刺痛十二經歷 但是你的傷畢竟十分好 絕對不可以動武 還有 我呢 就給你一張藥荒 你要照這張藥荒滿日食用 大概不用搬到月頭 你這張藥荒滿日食用 多謝老先生 只要我找到我要找的人 我們一定會回來再多謝老先生的 來 老先生 媽媽 媽媽, 任妹來了 任妹, 媽媽在這裡 是, 媽媽請安 院友向太君靜安 院友向太君靜安 起來吧 那倒不錯 你幾生修到 可以做我們父家的孫媳婦 我真的聽從包大人的勸語 暫時妻身在父家 但是成親之事 還是言之過祖 你真是牙尖嘴唇 如果不是念在我們兩家的情依分約組定 我怎麼也不會稀罕這個孫媳婦 但是你現在舉目無親, 誰照顧你 太君, 別說這種小事動氣了 我真的不明白 這個女孩子有甚麼吸引 明哲一定要儲她 媽媽 趁快娶她過門 其他的事一看不理 真是天助海 大姐 想不到那幫黑炭 連她也幫了我 圈怎麼又不會回我身邊 我覺得這件事不太簡單 為甚麼 少爺, 我問你了 你是不是真的喜歡圓柔姑娘 為甚麼你這麼問 如果不是喜歡的, 就不要搞那麼多事了 你也知道我現在為甚麼 一定要娶尤妹過門 不過剛才這樣的情況 如果以為尤妹心甘情願嫁給我 似乎還要廢棄心思 不如這樣吧, 你請大夫幫我治好雙眼 可能她對她的看法會好一點 千萬不要 她的眼睛瞎了這麼麻煩 如果讓她重見光明 那就更麻煩了 不如這樣 怎麼樣 真醫不行, 可以假的 找你 自我 大家聽見 不如這樣 怎麼說 我來, 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